启用超过20年的雾洛新生水访客中心和雾洛新生水厂将双双走入历史 在下个月底关闭 公用事业局发表文告宣布 位于雾洛推广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新生水访客中心将在下个月31号关闭 自2003年启用以来 中心至今已经接待了超过170万人次的本地和国际游客 中心设有互动展示、导览活动、展览和工作坊 展示了我国新生水的演变和生产过程 同样在2003年投入运作 也是本地首座新生水厂的雾洛新生水厂 同样也将在下个月31号关闭 取而代之的将是张仪供水回收厂 这是本地的第三座新生水厂 所生产的新生水将比雾洛新生水厂多出一倍以上 当局将在9月为这两座设施举办闭幕仪式 为新生水和水源故事发展做出贡献的员工和合作伙伴 将受邀出席 交互和噶 兵队 竹羽 dirig选手 精脱 断 净 瑞